請問你怎麼會想要準備台電? 主要原因是因為國營企業比較穩定 我又是讀高職體系的 高職體系比較是注重專業科目 所以在國營企業裡面台電是算蠻好的選擇 那你是怎麼準備台電的呢? 因為台電主要是對專業科目類的比重比較高 所以對於我之前是電機系的 之後我的基本電學主要就是 每次看完一單元之後就做個筆記 之後再去後面寫後面的練習題 對每一個運算的公式熟悉 之後這樣重複的練習 再來就是物理 物理的部分就是也是主要每次看完一單元 對每個要用的公式自己親手寫筆記去練習 再來就是國文 國文的部分 作文就多看補習班的那個作文的立習題 它裡面就會有講不同的用法 之後就可以去了解 大概每個就是作文要怎麼寫 那你花了多久的時間考上台電? 大概是四個月 那你有什麼話可以 就是對正在準備的學弟妹 可以跟他們鼓勵一下的呢? 這份工作 對 就是 想一想 就 你多想要這份工作 你就要多少的努力在這上面 因為這是國文事業 對大家比起來說 它的福利啊 制度啊都是比較好的 所以你假如想要 以後的生活更優惑的話 你就賭你的一點 加油